一时间 林凡这边 众人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至于林凡自己 他依旧是面色如常 众人也都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不过 可没人认为 他是在想办法 你们看这个林凡 现在是不是被吓傻了 刚才还大放厥词 现在怎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众人对着他 指指点点呢 这本就不是他的错呀 可是这些人显然忘了 谁才是恶人 居然把指责声 全部扔给了林凡 林凡抬起眼睛 淡淡地看了大老九一眼 哎呀 现在这世道可真是变了啊 我好好的在吃饭 一群混混来这儿闹事 反倒成了我们的不对了 你们的三观还真是他妈的正啊 很少抱粗口的林凡 也是没忍住 无视大老九 对着看热闹的众人骂道 很显然 这些观众虽然不能拿大老九怎么样 可针对林凡 他们还是一套一套的呀 为啥我们吃饭吃得好好的 你一来就遇到这事啊 这还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呀 原本见林凡进了这间最豪华的包街 众人都有些嫉妒 现在趁着林凡落难 这些人恨不得上去都踩两脚才好 你们看看啊 看看这些人 林凡 他们是不是都看不惯你呀 看来今天我收拾你 还是众望所归吧 大老九说到这 脸上笑意更浓了 去 先过去把那个妞给我抓过来 没一点意 小矮虎听了之后 对身后的两个打手挥了挥手 那两人二话不说 向着林夺夺走过去 张洋洋见事情到了这个地方 脸上也浮现出一抹得意 现在该自己出手了 哟哟 九爷 哎呀 九爷 好久不见呢 张洋洋笑着向大老九走去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都陷入了沉思了 难道这个张洋居然和大老九认识吗 很多人面面相觑 可一个个都是极为疑惑呀 大老九也是一愣 看着面前的张洋 也陷入到了思考当中 张洋哈哈一笑 哎呀 九爷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上次在夜店我们一起喝过酒的 听完张洋的话之后 众人脸上一阵震惊啊 我的天呐 这张洋混得不错呀 居然和九爷都认识 他们的话落在大老九的耳朵里 大老九微微挑了挑眉头 哦 这不是张总吗 哎呀 今天还真是巧啊 难道你也想给这小子出头 张洋听了此话 连连白首 不不不 这个人我可不熟啊 但是他身后这个女孩 是我女朋友 这天也不早了 我想先送他回去 把老九听完之后 微微地皱了皱眉 又看了一眼林朵朵 哎呀 你们这关系可真复杂啊 两个包结 你老婆去陪别人喝酒 兄弟 你这心可真够大呀 哈哈哈哈 说完之后 大老九哈哈一笑 他的一众手下 也跟着大笑起来 笑啥 哎呦 这帽子都成环保晒了 啊 牛掰啊 大老九手下的人 也对着张洋 开始调侃起来 张洋脸上 一阵清一阵白呀 九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张洋问道 大老九看了看他一眼 阴阳怪气地回答 哼哼 你老婆既然能陪别人喝酒 为什么不能陪我喝酒啊 是不是觉得我大老九 没排面啊 张洋刚想解释 结果大老九面色一变 他妈的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你那点身家 还敢在我这装老大 啪的一声 话音落下 大老九一个耳光 甩在张洋脸上 张洋被打了一个猎气 这一截耳光 比刚才打流星军的 还要狠呢 起码 张洋的半边脸 已经肿起来了 怎么着 还不滚呢 在大老九 他那杀人的目光下 张洋只得灰溜溜地 躲进人群 然后看向林凡的眼神中 又多了一抹怨度 林凡当然是看得分明 这个白痴 居然把账 算到自己头上了 行啊 你们赶紧动手 老子早饿了 大老九皱起眉头 吼了一嗓子 话音落下 他手下的那些打手 把林凡等人 围了个结结实实 有几个 已经准备把林朵朵拉走了 哎呀 这下糟了 都怪这个林凡惹谁不好啊 惹了这么个主 现在好了吧 不仅自己倒霉 还要拉着他的几个朋友 真他妈是个扫把星啊 眼看着大老九的人 就要动手 这个时候 走廊上突然多出来一群人 其中一人喊了一句 给我住手 啊